台塑集團19號舉辦尾牙 頒出獎品總值60萬元 最大獎現金6萬大紅包 不過最大眾頭戲 當然還是年終到底給多少 猜對了嘛 六個月嘛 不應該有獎品要回獎 高達六個月年終 卻還是傳出有工會成員喊加碼 總裁王文淵一句話 幽默化解 應該每次都加碼 但六個月還不滿力再加碼 那不是有點過分吧 雖然王文淵解釋 員工都知道六個月 是依工事換算出來的 不過也有台塑高層主管透露 年終確切金額 25號還會再與工會成員協商 只是油價探底 台塑集團2015年 營運近兩兆元 整體業績還是受到不少影響 油價這種情情不明朗的話 很難講 很難講 差不多 應該是跟去年差不多吧 對景氣復蘇持保留態度 王文淵坦言 還是得靠外銷 此話一出也間接等於 把球丟還給新政府 鐵張海亮 張耀紅 李佩萱 台語報導